圣诸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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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容貌 他的衣服那样的光亮洁白 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人能漂得那样白 圣诸和梅瑟也显现在他们的面前 正在同耶稣谈话 博多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 让我们搭三个帐篷 一个为你 一个为梅瑟 一个为厄利亚 原来博多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都吓呆了 有一片云彩笼罩了他们 有声音从云彩中说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 他们向四周一看 却看不到任何人 只有耶稣在和他们在一起 下山的时候 然后耶稣嘱咐他们 人子从死者中复活之前 不要将所看见的事告诉任何人 他们遵守了这话 却彼此讨论 从死者中复活 是什么意思 上主的圣言 祈祷我们在里面 作为主内的兄弟姐妹 今天是四旬期的第二主日 熟悉教会礼仪的都知道 四旬期有五个主日 然后有圣周 教会是用四十天的时间 陪伴耶稣 跟耶稣在一起 接受诱惑 接受世间的考验 试探 那同时也 我想四旬期最重要的 是让我们每位基督徒 学习基督受苦受难 后来分享耶稣的光荣的 永恒的生命 是一个面对自己的脆弱 面对自己的失败 面对自己很多过不去的一些关口 尤其是犯罪的经验 求天主来帮忙我们 跟耶稣一起受苦受难 后来走向复活 那我们传统的说 四旬期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还记得 拿着那个玫瑰金的念珠 有修女啊 有传教员教我们 每天播要客戟 几次不吃爱吃的糖啊 几次不去买自己要买的包包啊 几次不上街去玩啊 客戟 客戟 客戟跟祈祷是四旬期所强调的 那今天在这边为很多大人来说 当然不是量化的计算 我做了多少的好事啊 做了什么 看到别人的需要 为别人服务等等啊 所谓的爱与服务 更重要的是参与耶稣的苦难 后来分享祂的复活生命 参与祂的苦难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生命当中的 我们讲的诱惑 耶稣在三十岁 都在跟祂父母在一起 祂的公开生活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接受诱惑 四十天之久 在旷野当中 祈祷守灾 三个层次了 我们人也一样要经验这个 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生命的 所谓的物质生命的是 我们渴望穿得更好 穿名牌 讲究 吃 尤其我常说在台湾的环境 我们已经吃遍各种好吃的东西 每次教育们从美国回来加拿大 回来说 还是台湾的菜最好 台湾的东西最好吃 台湾的服装 名牌全世界都有等等 讲究这些 这叫物质生活 衣食住行面 身体的需求面 包含我讲亲密的人际关系 这个都是我们舍弃的一个项目了 第二个是我们耶稣的诱惑中间 最大的叫虚荣的诱惑 虚荣就是为我们男生而言 我常说现在是性别平等的时代了 不能再说女生比较这样 男生比较这样 不是了 今天的时代男女都一样 我们都一样有成就感的诱惑 成就感是好的 把事情认真地做完是好的 注重细节 整个的认真工作的过程 给它讲究 也都是好的 可是过度的 为自己 我叫自我中心 自我主义 为自己的名誉 为自己的社会地位 为自己赚了多少钱追求 那当然就可以改正一下了 第三个层次才叫做灵魂 灵魂的层次 我们是天主的儿女 天主的儿女是爱 天主的儿女是关怀 支持跟鼓励了 这四旬期的 我们跟基督一起 四十天 延灾期 风灾期 传统的说法 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失败 痛苦 挫折 重要的是经验 耶稣基督身上的 欲约奥基 欲约奥基就是 我们所有的天主子女 要从有限的生命 有罪的生命 得到天主的救恩 走向复活 走向永恒的生命 这是四旬期的含义了 那今天的福音 我们看到的是 耶稣显圣荣 耶稣显圣荣 是你从人性的角度而言 这边看到了 耶稣带他最心爱的门徒 到山上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在山上 大布尔山 耶稣 很多人希望他为王 他在五饼二鱼 七饼二鱼之后 大家都用他为王 很有面子 很有影响力 那种感觉的时候 他到山上 一个人静静地 重新恢复 他跟天主父之间的关系 跟天主之间的来往的关系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耶稣基督的诱惑 是经过这个物质的 精神的 后来到灵魂的诱惑 尤其是魔鬼跟他说 你跪下来朝拜我 我是世界的王 如同我们每个人 在那个诱惑的最高点 就说 我是最棒的老板 你们要听我 你们要拥我为王 最后为王 那基督徒的信仰 刚好相反这个价值观 基督徒的信仰 我做仆人 我是罪人 我们耶稣会自己 三世世界大会 全世界的 多几百位的代表开会 开会的那个文件 出来的第一句话就说 我们是罪人 罪人蒙天主的恩召 得到现在的工作的机会 得到现在的家庭生活 努力地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而已 走向完美 可是并没有真正的完美 因为自己是有 有罪的一面 自己有 有限度的一面 软弱的一面 要靠天主的帮忙 那今天福音 当然是给我们 所有的基督徒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 这边的鼓励 刚才我说了 不只是 他的容貌变了 人可以看得到的 这在圣经的话说 神的出现 人用肉眼可以看得到 神的出现怎么出现 他在人身上 在耶稣基督 这个纳扎勒的 这个人身上 一个木匠的 儿子的人身上 让我们看到了天主 看到了墨西加 人用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惊艳得到的 那你用一般的 我想人的角度看 他变了面貌 他的衣服光亮洁白 世上没有一个 漂布的人 漂得那么白 这是人看得到的 惊艳得到的 后来是 梅瑟 厄利亚 前面讲 读经医讲 亚巴郎 这三位都是当时 特别蒙天主的招教 跟天主建立了蒙约的 所以天主的显现 在圣诞节的时候是 一心带我们去看天主 在耶稣受洗的时候 今天显圣荣的时候 天主的父出现 天打开了 我们常常有讲鸽子的形象 真正的和平 真正的喜乐 平安的象征 在耶稣身上出现 天主的本体的光辉出现了 所以耶稣显圣荣 不只是外在你的人的角度 看到的什么 或者你精神方面 追求卓越 追求优秀 追求社会地位 金钱等等的虚荣 最重要的是 天主本体的光辉 让我们看到了 这个本体的光辉 这边有一个伏笔 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别忘了 耶稣基督的受苦受难 你别忘了 你自己生命的限度 你别忘了身体 你的生命当中 有许多挫折感 许多失败的地方 犯罪的地方 要求天主办法 这样才是完整的 耶稣复活 经过苦难 受苦受难的经验 欲越奥基的经验 这个才是天主子女的 救恩生命的注解 那读经一很明显的 你能够 我们今天好像达倉 由哪里都一直念 求我们一个 用一个纯洁的面貌 纯洁的眼目 灵魂的纯洁的眼目 看到天主的本体的光辉 看到天主的爱 可是呢 假设你有这样子的 真的是跟天主来往的经验 我自己觉得 读经一所讲的 牺牲奉献是免不了的 人的生命当中 太多做选择的时候 莫灵两可 要做选择的时候 是有奉献的含义在内 这边讲的是 当然很重 读经二的对照来看的话 很清楚是讲 天主只降生成人 死在十字架上 这苦难的意义 耶稣基督 天主只 没有 天主没有联系自己的儿子 却他走了 我想连耶稣基督自己 都经过一个分辨的过程 分辨 为什么我要走苦路 而不是走一个社会上 很有成就 很有地位 很有金钱的 很高的地位的那种感觉的 一种道路 是走一个完全被人排挤 鞭打 带刺冠 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道路 给我们带来复活的生命 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东西 有的时候面临选择 面临牺牲奉献 为了别人更大的好处 为了家庭 为了社会更大的好处 我举一个我生活中间的例子 我常常 以前常常听我们很多教友 说他舍不得他的孩子读幼子园 因为读幼子园权都在妈妈的怀抱里面 完全的妈妈陪他照顾他 去到幼子园的时候 那个妈妈突然体验 一天看不到他了 才一天 晚上就回来了 妈妈舍不得 那个妈妈在幼子园门口 一直盯到那个孩子 我的孩子真的长大了 有的时候我碰到 有一次我跟教友的团体出去 走在一半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个女生很喜欢看球鞋 她跑到每个球鞋店都钻进去 待个五分钟十分钟 旁边我都等他嘛 因为是个团体嘛 有七八个人在一起 走在路上朝圣的过程 就旁边说 神父你不要管他了 他有他的生命啊 他有他的价值观 他有他的想法 我说什么意思 他房间里面已经不知道多少球鞋了 他还要看啊 还要买啊 这是人的生命嘛 会牺牲奉献 我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在台湾的教会 很流行那个叫宗教交谈 我们有很多的机会跟佛教的 跟基督教的 一起办所谓的研讨会啊 后来出论文啊 写书啊等等的 也会跟一个佛教的师父 到他的会员里面去举办这些活动 他的师父们 尤其女性的 我们传统叫尼姑啊 和女性 女众男众啊 男性的师父啊 后来我们都喊师父嘛 他们跟我们做学术交谈 很好奇的问我们 比如说耶稣会的神父啊 你到底受什么教育啊 他们知道我们读神学哲学等等嘛 好 就分享一下 那个活动完的时候 走到门口啊 是一个山上 我们往山下走 这边也是 耶稣跟他的门徒下山嘛 在那个路上的时候 有个女的 三十多岁一个女的 走到我们的面前 跑过来 后面几个小的师父跟到他 因为他在前面 知道有师父跟神父要下来 所以他就离开那些小师父 小师父追到他 跑到我们的面前 那个女的就跪在师父的面前 一直磕头 磕到满脸流泪 说师父救救我 磕到这边都快 我觉得都快流血了 结果我就看那个师父怎么动作了 那个师父过去把他 说乖的站起来 站起来 然后只讲了一句话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我当时的反应 我说这个师父怎么那么厉害 难道他晓得他发生了什么 就没事了吗 好 然后他讲的这个话 真的有效吗 可是那个就叫信仰的力量 我管哪个宗教都有这一面 那个女的站起来以后 不流泪了 不哭了 平平安安的走了 后来就给我去了解 我师父什么事啊 他说后来那个小的师父报告 他昨天晚上他的儿子 八九岁的儿子 在邻居家里面去玩 玩的时候就不知道撞了玻璃 还是撞了墙角 还是撞到哪里 撞到流血 这一类的 然后不只是流血 回到家的时候口吐白沫 就这些现象 那妈妈当然慌了 也送了医院了 后来我知道医院也治疗好了 可是那个母亲的那个 我们讲那个亲情的爱 那个母女之间的关心跟爱 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爱 很难舍掉的 那个疼痛啊 那个关心跟操心都在的 那是这个意义 那个女孩子后来 我说她的孩子的病治好了 可是那个师父讲的话 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神父就今天读经一样 我们有很多东西舍不掉的 情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 我们神父是发神评宴 贞结怨 服从怨的 贞结怨就是针对 所谓的男女的情感 你会很容易地喜欢人 被人喜欢 跟他有更深一层的来往 这个要舍弃 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有的时候知道 好像总是有一个界限在 无论是夫妻的 工作场所中 家庭生活中 外面的生活中 这个叫做诱惑嘛 年纪越大 越意识到 哦 这个诱惑还不简单 不是说年纪大都没了 搞不好年纪越大 这种诱惑越强 所以我们都在这个 视讯期当中 刚才我讲这个例子 去求天主给我们力量 求天主让我们知道 我自己是谁 天主教 天主子女的生命 这两天的福音 读经里面都有一句话 圣洁的天主的子民 我们都彼此要学习努力嘛 在自己有的缺点 有的罪恶 或者甚至有的 有的时候是言语上 我有的时候到一个家庭里面 常常碰到 就吵来吵去 为什么吵 每一句话都意见不合 他就还没越过这个关口 还没有包容 还没有接纳 所谓的还没有去欣赏 对方的优点 包容别人的缺点 这都是我们生命的功课了 天主子女的功课 所以今天四旬期的第二个主日 读经二里面有特别提醒到了 说假使天主在我们这边 那要记得天主在这边 不是给你很大的 什么超人的力量 天主这一边 是有苦难的力量在里面 越过苦难 越过你自己的罪 越过你自己的过失的力量 这个力量 复活的力量 光辉的力量 在我们生命当中吗 我很喜欢的 厄马屋的两个门徒 那个比喻 老教友一定知道 厄马屋的两个门徒 他们当时也是在 非常失望 难过的心情下 离开团体生活 为我们修道人来讲 叫团体生活 他们是 我们讲说 有的时候孩子 对爸妈妈有意见了 就离开家了 或者夫妻之间吵架 说我们两个冷战 冷战太久了 我们稍微安静一下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分开一下 这也是个方法 两位厄马屋的门徒 离开他们的 门徒们的团体 充满了失望的心情 在那个过程当中 耶稣走到他们面前 他们看不到 你们每个礼拜来望弥撒 或者有的教友 每天望弥撒 你经验到耶稣 进到你的生命了吗 向你召唤了吗 帮你做抉择了吗 走向天主圣洁的天主 指名的道路了吗 厄马屋的两个门徒 耶稣走进他们 他们没感觉 耶稣给他们解释 圣经的所有的过程 旧约新约的解释 他们也没有体会 后来是在分禀当中 耶稣分禀的时候 他们认出了 耶稣基督救世主 那今天的这段福音的 照那个圣经的注解 是前七天伯多路 承认了耶稣基督 承认了他是墨西亚 天主之子 大家晓得这个过程吗 就是门徒们被派出去传教 传教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耶稣问他们说 那别人都 你们传我 你们说我是谁啊 因为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反应啊 你到底传的天主是谁啊 耶稣基督受苦受难 复活的耶稣基督 今天的读经里面 讲到最后的是说 从他死者中复活之前 圣神降临之前 人是思考很有限度的 不一定完全了解 耶稣基督 是救世主 天主之子 墨西亚 所以这边是 算是完整的把 耶稣基督苦难死亡 复活的奥秘 显示他是救世主的奥秘 完整的给我们叙述了 所以今天我们祈祷 在世君第二主日 一直到第五主日 还有圣州 让我们更深的经验 我们跟基督一起受苦受难 一起受苦受难 是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限度 面对我们 包括你的最亲密的家人 最亲密的孩子 他们身上的那些所谓的限度 接受他们 包容他们 把天主的爱传给他们 这种爱的力量 爱与福的力量传给别人 对自己 对别人 然后去经验基督复活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